大家好,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黑神話 悟空地毯式全蒐集全成就攻略流程解說 歡迎收看黑神話悟空地毯式全蒐集全成就攻略流程解說 蒐集全部的武器、衣服裝備 包括全部的蓋月掉落 以及蒐集全部的成就等等遊戲中可以蒐集的一切物品 即使要開三週物也在所不惜 acadar,搖滴走 我們將盡力有的 對待在上面 還有一日? 啊 人我保弱了 金我取到了 俺老孙啥功名不要 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 过过逍遥日子 上面的天王老子信不过我 我懂 让你小子带些虾兵蟹将过来虚张声势 又想呼我回去做神仙 我也懂 我不懂的是 你他娘的傻娃猴子猴子 我上去 哥 哥 我 蠢狗 放肆 还不退下 都系好了 他不是只普通猴子 他是有功的猴子 是封过佛位的猴子 车里除了我 没人配与他单挑 狐孙啊狐孙 我本不想与你这个手下败将再战一场 这样吧 一会儿若是你败了 我带你回天庭 他们留在这里铲拼花果山 若是我输了 我定然不会罢休 他们照样铲拼花果山 生灵涂炭 好歹也同聊一场 是真不想的 要不你现在就跪下认个错 这事就算过去了 如何 这么多年了 除了那只猪头 就说你最会扯的 最能逗老孙开心 杨兄弟 你放心 待会儿我只拔下你额头上那颗眼睛长长仙 其他两颗仙给你留着 我让你亲眼看看 我是怎么杀光天晴每一条狗的 这里的 上面的 还有刚刚那条黑的 留下点 一起上吧 老天一再给你机会 你这般不是抬军 顺不顺被安望 目前我们超过的角色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 背首和老神 现在我们的静人一共有三个 在我们的右下角 依一个静人 一升速可以把敌人定做一段十阶 再者七阶是我们输出的最好的时机 第二个静人就是一个石化术 把我们自身给石化 能够抵挡一部分伤害 第三个静人就是召坏猴子猴孙 目前手操换的角色 血样是无限的 斗战圣佛 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 有多少人求而不得 长生不老 三界六道 不就会在这四个字上 从目前的剧情来看 大圣以及取得真金 并且分为了多代色火 不过大圣在花卧上的子民 被这些蛇仙给欺负了 很有可能是天庭人物 所使用的一些伎俩 或使大圣以他们为敌 他们就能够名字言顺地 打败大圣了 目前我们的角色是无限的血量的 谁说打阿狼蛇 没有什么压力 基本上连个几招就能够带走了 大家注意我们右下角 有一个白色气格一直在长 它就是我们的棍式 棍式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个重物机 强化重物机的伤害 以一个低的效果 并且你有棍式的话 可以直接施放我们的重物机的皮困 你没有的话就需要去立弹时间了 好 这边地图之后 再次进行我们的攻击 直接就打残了 目前我对这个游戏的理解 就是我们要疯狂的弹刀 你不要害怕 你害怕的话就会输 因为我们的法术 以及我们的一个重物机 可以打到敌人的一个行动 包括我闪避到空气之后 有短暂的闪避时间 够我们打一些伤害 那么在刚刚 我向空中进行TG的一个棍法 就是我按了一个满兴力重物机 就是满兴力重物机的一个招式 最后一点血量 我们再来个第三个术 空气剑给它带走 优优独播剧场 黄猴 十五一任 小爱上 这就是你说的单条 天上阳光眨眼的狠 老仲在和你舅舅去山里挥挥 老仲在和你舅舅去山里挥挥 和你舅舅去山里挥挥亚 小艺 你们会像 这便是孙悟空的最后一个故事 他一生豪杰 平生醉习自由自在 纵然得了正果今生 却还是受不得天条烦恶 一心想着回来这里 与咱共乐天真 谁知他辞了佛位 欢喜欢乡 有些人倒是越发放心不下 这块石头啊 在山里出了不知多少时间 我大小听人说 齐天大圣的尸身就藏在里面 他乃天产石猴 本有不生不灭的大神童 纵然不幸身死 但神魂没有完全消散 而是化为了六件灵物 各自逃顿 隐匿世间 这便是大圣六根的传说 可惜数百年来 无人亲眼得见 我老了 走不完这四周茫茫之地 但你们之中 数极会有天命所归 将他一下的灵物 一一寻遍 待灵物尽数回归 划过山之日 或是大圣 复生之时 走走走 做游游游 甘为铜钱做马牛 做人哪比做妖好 不怕阎王命不凶 你看 原道福自有 大哥 真是有口福啊 吃不定是从哪个身头上 瘟下来的 这桃倒是十圈 好个小胡尊 要捉弄你爷爷 今日定教你至少知道厉害 先看这边的教学关卡 它提示我们按鼠标中键 就能够锁定敌的 这个游戏的锁定是不能够改变位置的 你只能够锁定一个部位 并不能够改变 那么刚才的剧情 大圣好像是被剧情杀了 一个老猴子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收集大圣的极限法宝 有可能可以复活大圣 他这里提示我 按数个右键可以打出一个重棍 在我游玩的这几个小时以内 游戏中的小兵 是很弱小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厉害的小兵 厉害的是一些头目 包括一些小精英怪了 包括一些boss 我来看一下这边的介绍 重棍虚例 按桌优件虚例 可以击张我们的棍式 棍式买了之后向前PG 可以造成高伤害以及一个击退效果 但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个黄条 黄条也就是我们的重作力 消耗完之后我们就不能够行动了 它在我们的左下角 我们的普通攻击也能够积累我们的棍式 棍式一满 我们按一次中午7 就会直接打出一个积极效果 左下角一共是有三个血条的 第一个白色的是我们的血量 第二个蓝色的是蓝条 第三个黄条是我们的行动力 开下这边的宝箱 玩了这么久 游戏的宝箱是比较少的 游戏的收集物品还是以地上材料为主 它们都是不可刷新的 这些材料我们也会进行全收集 等等 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时 是 真香 真香 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 当年也是香火鼎盛 只可惜那场大火 好 后来啊 这禅院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若是烧霉了 修好一座破庙 又有什么用呢 你不记得此地 此地却是有些东西 惦记着你 来者不善 小猴子 尽求多福 天啊 有磕 那么在刚才 我们是开启了一个土地庙 它那是一个可以回复我们体力的地方 并且在土地庙可以升我们等级 学习一些技能 包括调整一些物品装备 从此之下来 前方呢 有一个黑头鹰 这个敌人呢 是比较厉害的 有而是他伤害比较高 能够秒杀我们 我们最好在远处 打一个马歇利这种鸡 打着击退 再进行轻攻击来补充伤害 当我们的黄条没有的时候 最好还是拉开距离啊 等它回复完全 我们再进行攻击的补充 哎 最后一点血量了 再补充我们的轻攻击给它带走 这里呢是一个子之城啊 它是一个著作材料啊 好 往回走 这边呢又是一个采竹物 好 我们这里呢只有一条路啊 从这个湖泊上去 路上呢还能获得两件材料 这边呢是第一个 必有成一 前面呢还有一个啊 又是两个 这附近呢还有一个小敌的 大家注意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提示啊 这是我们图鉴已经更新了 只要我们击败了某一个新出的敌人啊 我们就能获得它的一个图鉴 来看它的一个介绍 看它的一个背景布施 好 这边还有两个小敌的 两个狐妖 满血忠物鸡 直接打死一个 再来一个轻的 好对呀第三 它后面是一个龙胆 找完道具之后 我们着展往前走 前方呢有一个小巨型 有一个小妖掉去了 但是我们跟进不了 大家注意看 这个小妖在看一个雕石的头像 这边我们跟进之后 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并且我们也下不去 不知道去哪里了 啊 活动一下这边的头像 能够获得一个物品 我个人暂时没有找到这个物品的一个作用 要紧失误 好 这边往上面走 上面呢还有两个材料 可以获取一下 等一下 把它带往前 这边呢是第一个龙胆层啊 后面呢还有一个小敌的 继续往上面走 上面呢还有子之虫啊 旁边还有一个敌的 都是一些狐妖啦 来剪一下这边的物品 在狐妖的旁边 然后此处还剩下最后一个敌的 就是我们也锁定这一个 它是最后一个敌的 我们来清一下 它不掉了什么物品啊 不是单纯来清一下 好 好 好我们这边做好准备 我们就要挑战前方的一个小精英怪 这个精英怪呢并不是很难 并且我们现在是可以回复血量的 大家注意我们左下角有一个葫芦 它呢就是我们回复血量的一个葫芦 现在我们呢是能够回复三色血量的 回复三色血量 打这个小精英怪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打它的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拉开一点 进行满虚重击 打持有的击退 我们再进行轻攻击 补充一下的伤害 这个敌人的攻击速度呢是比较慢的 基本上都可以躲到它的一个攻击 满虚重击直接打毒击退 我们再来一个轻入鸡补充后续的伤害 半血之后是一个菌形 许久不用 没成想这定身书倒还好使 是 即使划过山来的故人 教你一招也无妨 来 速速把手伸来 写好了 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 只需要用这手一指 心里默念一声定 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 你也可喘息片刻 只是小老儿倒很浅薄 这定身效果 不消片刻就会失灵 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 你全当是整个 绑身的手段吧 哎 哎 如今这些小孩真是目无尊长 别怕 用刚学的法术与他们的话 吴迪公共给了我们一个新法术定身术 它也就是我们在去一张打二郎神 所使用的一个法术了 可以把敌人给跌身几秒 这个时候我们输出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在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哪个敌人 可以夺我们的地生术 或是能够定做的 它是一个特别好用的法术 特别厉害 最后再攻击给它带走 图鉴也更新了 那么我现在再讲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打一个棍式的满序中空机 可以把敌人给击退 击了之后就可以安心着输出了 同时我们的先空机 又可以击裂我们的棍式 棍式硬板 我们直接按中空机 就能够直接把那个买虚的那个棍式攻击啊 直接给它打出来 打出一个击退效果 反正成的半血 还有定生术这个变态的法术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获得更多的灵光点可以加我们的天赋 简单来讲就是用钱去收我们的等级 游戏中的等级还是比较重要的 你等级一买你的技能也上完了 越骑打这些敌人的话 基本上都能够实现轻松的脸呀 等级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边方又是一个小狐妖 它旁边还有一个纸汁 来剪一下 然后碰到呢去右侧的湖泊 这边呢还有两个小笛的 包括一个材料 这两个笛呢是癞蛤蟆 还会喷一些毒气 来剪一下这边的材料 两只癞蛤蟆 还有呱呱叫的声音 好这边东西呢收集完了 我们直接上去 刚捏几句 这里呢只有一条路 直接爬上坡上去 路上呢还有两个材料可以收集一下 第一个材料 清零的人生 前面呢还有第二个龙胆层啊 目前我们所在区域的植被呢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视频开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湖 这都是正常现象 植被一多起来也就没有办法了 又是一个小狐妖 好来剪一下这边的龙胆层啊 前面呢是一个打坐地 第二个东西也算做全收集在内 这个东西也算啊 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打坐之后 还有个直接收我们的等级啊 现在我们是三级 之后会升到四级 这两边还有一些罐子啊 打蓝罐子还能够获得一些金钱 那这边还有一些罐子啊 从此处夹放处我们上去 灿狼灵离外 我们这边呢 选择第二个修行的选项 升下我们的天赋等级 三个选项 我们选择第二个棍法 棍法呢 分为三种 漆棍 立棍以及错棍 目前我们只能够使用P棍 那迪这个转竹 我们之后奔跑也能够叙利了 来到右边的棋树 我们再升下这边的低升树 走远这个直接设两级 可以增加低升敌的时 我们所造成的伤害 同时在借位来呢 你可以直接选择一次性返还食物的灵光点 也就是重置加点啊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帽瓷购买一些物品 道具清凉伞 服用之后能够立即消除竹涛状态 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提高我们的火炕 之后呢 有一个火焰伤害的敌人 我们带这个道具 服用之后打他特别的好打 真心红葫芦 这是玉令的奖励 目前我的游戏版本呢 是一个普通版本 并不是豪华版 随说我没有豪华版的一些装备 最后如果你选要死啊 记得休息一下 这边那是固定的剧情 再不知深浅的这么往前硬堂 只怕得吃大苦头 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 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 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 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庙用 日后自会存在 我们把我们变成了一只金蝉 乃德金蝉挺可爱黑的你别说 变成了金蝉之后 我们往前走敌人也不会发现我们 不且这金蝉变身是一次性的 是一次性的 我们直接取消变身 因为之后 我们需要把地图上的东西 全部给他清的 到底全部要收集吗 赚取发两个敌人 我们直接中途 进行棍式的买枝变身 一次就能够打死一个了 群起好的话 能够打中两个 另一个在普通七公斤的伤害 这个群里是很绕很绕的 特别的绕 只有这些植被看起来很相似 我在背反练习的时候 是稍微痛苦了一下 第一个材料 子之乘1 正往上走是第二个材料 第二个道具 老三餐 这里还有个小笛的 在宝箱旁边的敌人 他的血量还挺厚的 大家记得使用我们的低层数 低层之后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瘋狂的攻击 就无完事了 闪避一下他的一个招式 我们后退一下 再补充我们的伤害 我们就拉远一点 我们有赖力了 随步一下我们的赖力 然后进行买出力共识 打出一个小击退 我们再补充新攻击 直接给他带走 然后来开一下这边的宝箱 是我们第三个道具 所以呢我们走上面 从上面一路向下 这里是第四个道具 还是老三餐 我们再从这边的斜货下去 形容一下这边是一个岔路口 左左边这条道路 这边都含两个道具 这是一个小狐妖 此处是第五个 前面呢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小精英怪 还是那个黑头的敌人 我做好准备 最后捡个低生素 给他定裹 用之后补充我们的伤害 这个敌人呢还是比较肉的 三又高 那可以对他的一个伤害 别给我打残了 打三下可以打残了 当然挺高的 最后一笑满虚攻击给他带走 在此处瀑布的后面 有一个隐藏关卡 接下我们打完第二章的 一个特定情节之后 才能够过来开启 里面呢有一个隐藏的boss 现在我们处于第一个章节 黑风3 我个人估计三期左右 能够完结第一章 刚才我们剪了第六个道具 还是一个纸织 然后从这边下来 又是两个小狄的 全部都是狐妖啊 全部都是狐狸 全部都是狐狸 还有一个 然后在那个落儿处还有一个 就是在这里 好 这前面的房间里面 是一个小精英怪广智 我们之后再回来打它 之后回来能够升一下等级 能更简单一点 从这边出来 前面呢有个材料可以收集 这里呢我们左左边啊 只会那还有两个小狐狸 他们前面又是一个材料啊 来剪一下这边的材料 就先往上过走 又是一个材料 拿完之后呢 就可以往右边转了 你占了前走的话 就是一个小精英怪了 这个精英怪目前的大量是比较高的 从此处下来 前面呢有一个弓箭的小狄的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花式的棍法 把他攻击全部给弹开 目前我剑牌的默认剑位是威剑 弹开之后 我们拉器补充我们的攻击 给他带走 然后再往前走一点 往此处跳下去 前面呢有一个小敌的 他算是成型品的匀生鸡呢 直接给他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 我们立马拉开 打一个买碎中物鸡 给他击退之后 来一个地生素给他定住 特别的比较吃地生素 地生之后可以定很久很久 可以注意到我直接把地生之后 直接给他打盘了 那定了很久 打盘之后我们直接拼一下血量 给他带走 再来一个买碎中物鸡 到这边的小河流 旁边呢还有材料可以收集 接下来我们沿着河流 一直往前走 往前面走 这个小敌呢也轻一下 巨蟹沿着河流前进 他是我们的一个路标了 此处呢还有个小敌的 我们直接跳上去给他带走 这个小敌呢他挺肉的 好 这里呢又是一个材料 地有成二 然后继续沿着河流前进 还有两个材料可以收集 这边是第一个 好继续往这边走 这里要是第二个材料 至于这边的大头娃娃 我们就不要吸走他了 他在里呢目前是比较强力的 之前我出界没有收集材料 直接过来打他 是打了十次左右才打过的 而我打经一块广志 以及后面的boss 零须子都是一次过 真正没有什么厉害的 一次过 而且还有一个点 就是刚才那个boss呢 掉落了一个道具 过前我们是吸收不了的 就推到后续的剧情 才能够吸收 那么此处是一个过渡关卡 没有什么道具可以收集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群的小敌者 先不要管这个近战 我们先打前面的远程 他比较烦人 他向我射弓箭 我们走一个斜的角度 还射不到我们了 直接靠近他 打一个攻击箭 然后再使用一个低声速 把这敌人给他定住 这敌人你不要肉 再来两下给他盖住 必须把这些敌人给全清了 才能够前往前方的寺院 噓 噓 别吵 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 大狗 大狗 大狗指的就是后续的boss 灵虚子了 我们击败来广自 去打灵虚子 会特别特别的简单 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我现在来搜集一下这边的道具 左边呢还有一个 是一个小宝箱 游戏中的宝箱也做了一些配色 布黄的宝箱和颜值也不一样 第一张以后的宝箱颜值 应该就会好起来了 你如果进了街道门 便回不了头啦 土地公共也太关系我们了 难道是因为我们长得像大圣吗 仅此因为这一个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呢 那么此处一些材料 我们就已经全部搜集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去前面触发一下土地庙 我们升一下等级 又多出了两个选项 第二个缩定是材兽 第四个是一个强化的选项 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些装备 就提升一下我们的属性了 初期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修行 升一下我们的等级 还在选择升级我们的地生数 选择升级第二个全部拉满 还剩下一点 我选择升级批棍升级第二个 是一个识别的法术 基于立棍以及戳棍 我们暂时接手不了 然后呢我们升级下我们的装备 来看一下效果 长按铸造 可以升级我们的装备 停升下我们的属性 升级完成 打开建议栏 我选择装备一下我们刚才的葫芦 这是我预够的一个奖励 它能提升我们的一个活血次数 从三次提升到四次 面前活血量也增加了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之后的广字 并非是一个很强力的boss 再确表一下你的身上 有道具清凉伞 所以我们之前勾摆了三个道具 可以提升我们的火炕 那么做好准备 我们接下来将挑战精英怪广字 我们可以走这边的后路直接过去 走后路的话是没有什么敌人的 走正面的话就一些敌人了 就是我推荐走后面 或许我们走重复路打boss了 我全部都是两倍数 因为游戏中没有地图 所以是我们还是选择两倍数 而不是选择直接剪掉 就敌人直接不用去管它 然后从这边走 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地方 此处我们走左侧 走左边可以直接过去 要不要有两个敌人 来者何人 按来自 道火清修 嗯?又是只猴子 知主不如放下棍吧 也同我学点火法 第一怪广字 他这边接下来我们冲来 是一个连击的攻击 我们直接使用地弹术 地弹之后捧出我们的轻攻击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耐力 直接得补充后续的杀害 不用担心我们的血条 他刚才把武器丢出来 使用了一个回旋闪 往左边闪就都闪掉了 诶?这边是一个旋转 旋转之后 蝶娜有一个小印子 这个时候是一个攻击的使击 他这一招是一个四连跳 前面三下正常跳 最后一下是一个满虚跳 蝶散开就行了 然后再補充我们的杀害 他这一组络拉开 是叫我们 进行挥舞的一个招式 能够连续挥舞两次 这边第一次 然后再往后闪一点 第二次挥舞 看他招式 他此时使用了一个蓄力技能 就越的话是蓄力两次 最后是两次了 第二次闪避一下 他打完之后 会有一个很长的印子时间 我们直接上铁 补充我们的输出 就有点武器 直接向右边拉开就行了 现在我的低伸数已经做到好了 我们直接拉近距离 打一个近伸 直接给他定住 补充我们的伤害 此时我的黄桃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这边倒是比较贪的 直接贪了一手输出 这游戏呢 还是需要贪一下输出的 他这边又拉开了 是一个旋转的攻击 速度挺快的 打完之后 他有一个很长的印子时间 我这一次满虚中击 居然没有打到 没事 我射双截拉近 反正DN也采血了 他这里布施四连跳 最后一下 補掉 然后之后再补充五分的伤害 这一个很长的印子时间 直接击败同步 广至 过飞就是大王说的 这个广至是一个特殊的boss 打完他之后 能够获得他的一个变身能力 这边呢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四朝 他是一个法术 也就是我们的变身 他现在在我的建卫室里面 变身的介绍 妖怪珍藏的兵器与宝贝 在主人身亡之后 往往才有蓝面的直戀 收回此物之后 能够借由变化神通 变身成敌人的样子 进行作战 不逢的变身法术也各有所长 然后就是变身神力 变身需要消耗神力 只有神力保养之时才可施展 变身期间 神力会随着时间而消耗 若使用法术 则会消耗更多的神力 神力耗尽之后 我们就会返回成原谅 后续我们打灵虚子 就会变成广智 打成高额的伤害啊 到了实战 我就知道变蛇有多好用了 我现在来变身一次 Oh my god 变身之后 我们揪两个招式 一个是轻空机 一个是重物机 轻空机自然不必多言 重物机的话 算是一个技能了 只用重物机会进行虚力 虚力之后 是连续上前进行闪击 就现在的一个招式了 按法术的对应结尾 可以提前的变回来 这里触发一下这边的钟 嘿嘿嘿嘿 你这好玩儿 万幸不改 这下不妙 都知道你闯进来了 这钟声红亮青狼 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慢慢小心 此处道具已经全部收集完成了 刚才是土地公共的一个对话 打开我们的击败来 选择第三个行狼 找到道具缩地轻浮 熊之后能够返回上一个土地庙 并且不会消耗我们的金钱 我们死亡之后也不会消耗金钱的 熊之后动作还挺帅气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夹带界面 之后这个东西我会剪掉 第一声的话就看一下 这个传送这都挺帅气的 算是一个很毒碰的方式了 最后准备 我们去打寺院里面的灵虚子 准备的灵虚子一开始 百分之百叫我们布莱 是一个两连击 第二下的攻击 需要停留个离殿五秒左右 才能够闪掉 赶完之后这个灵虚子 有一个很长的硬直时间 此时就是我们输出的时间了 而一半在开销我们的电数 造成后续的伤害 但要别的看灵虚子 这么大 其实站在他的身边 他是打不到我们的 他的大部分攻击范围 都在他的正面 站在敌人的侧面 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这个敌人的攻击以往很低很低 我建议大家疯狂的瘫刀 敌人爬到屋底上之后 会从中间挑好来 挑来的期间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变身 反映掉这个伤害 变身之后 直接连续的按7攻击键 打一个连续的输出 不愿按中攻击 中攻击会消耗我们的一个产力 先攻击我们的变身 会持续的更久 并且伤害的伤害会这么高 左下角的防条 就是我们变身的时间 或是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变身期间 掉了血量 比如算是我们本体的血量 所以说 近期疯狂的后 敌人硬马 直接看马 要多少血都无所谓 就会敌人换血 现在我们的变身 已经快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一下中攻击 中攻击消耗我们的神条吧 我们直接结束 打到屋的血条 一变为了满血 这敌人马就上去了 我们长得下来 驾闸 遇闪逼的时机 还没有之后 我们捕捉后续的伤害 敌人拉开了 我们看他后续的一个行动 不是哥们 你怎么围着我热天权啊 我不是你的主人啊 当然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又跑路 又跑路 你会打正面 丢指部的冰网太低了 他这个咆哮 他的咆哮是一个强霸体 刚才我变身术是被弹掉了 这是一个小强霸体 来看一下敌人后续者的行动 一个爪精闪掉之后 否则后续者的伤害 这是他的侧面 打他的话 还是选择让侧面 是一个最好的输出时机 就比赛后面的话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呢 敌人甚至不会用尾巴攻击我吧 如果是某个游戏的话 他已经用尾巴甩我了 好 最后一身血量 火车我闷着 伺候一下 妖王 凝虚子 这个地方 有三个道具 我们来捡一下 这前面是一个纸汁 小欧妮啊 依然结果了他 不妨先把这里 放个点朝天 黑风怪 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 若是寻到此物 就算没白来一早 无忌公共告诉我们 你去只藏了一枚金丹 而金丹 是由黑风怪 给予这个灵虚子的 黑风怪的话 可能是后续 比较强烈的一个boss 目前我还没有打到 这里呢 是必有成一 一共是三个道具 然后我们去拿金丹 金丹在寺庙的内部 哎 就这边的左侧 哎 去拿金丹啊 这叫什么啊 金丹可以提升我们血量的上限 提升了一点啊 一点也是血量 好 先来开一下这边的突击庙 打开我们的装备来 刚才那我们获得了一个头盔 白莲子啊 攻击生命危险于对手时 获得一定的伤害加成 然后讲一下我们 即备来有一个图鉴 在我们的第四个选项 游记里面 隐神图就是我们的图鉴 可以查看小妖 以及妖王的一些介绍 打败这些敌的 我们就能够获得图鉴的介绍了 头部两个头目啊 包括一个妖王 黑熊金扶持了这苍狼 做新的妖王 改名字为林须子 要他乖手禅月 禅月是我们刚才打林须子的地方 这禅月还有一些隐藏道路 我们之后才能够回来开 隐神图的下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的打坐了 打坐也是也出席了 黑熊山一共是有三个的 目前我们解锁了一个 像一个妙诀 就是战斗的一些介绍 还就是一个教学了 那么我们在本期是打赢的两个boss 我们下一期见 大家拜拜啦 我们下期见